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剑铃有点可爱啊 可儿师父 我过来是想通知你 下个礼拜一起去参加帝国的魔法交流大会 这个我懂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商业互吹嘛 放心 我 师父您继续说 本来没有计划带你去的 只是没想到 你夺走了布尔莱特家族的神剑 甚至连剑铃都显身了 如今主办方铁了心要邀请你 如果拒绝了 恐怕你身边的人都会遭受他们的骚扰 这次魔法会恐怕不会那么好过了 可儿师父尽管放心 到时候还不知道是谁不好过呢 好了 别发呆了 赶紧上车吧 别耽误了行程 唉 之前我还专程登门去找可爱的艾莎道别的 结果艾莎姐姐不在房间里 可儿师父 我想 不 你不想 限你三秒之内 搁滚上了 你来了 小姐 这所学校已经没有像样的人守护着了 咱们的调查 嗯 今晚就可以开始了 还请小姐注意自己的身份 不要和其他人过分亲密 不然主上大人那边可不好交代 关于有的事情 请不要告诉母亲和主上大人 求求你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每年的帝国魔法交流大会 由波尔莱特 卡佩拉 伊泽斯这三大家族 轮流举办 是各大师家聚集一起 交流最新成果 和各种情报的重要宴会 哼 凯尔的什么波罗家族 居然还是三大家族之一啊 不要小看了他们 波尔莱特家族 可是开国英雄的后裔 地位仅次于皇室 而伊泽斯家族 则掌握着大量兵权 子弟魔法天赋极其优秀 那卡佩拉家族是 卡佩拉家族 垄断着帝国大部分经济命脉 和制药业 复刻敌国 怎么感觉 帝国的皇室有点危险呀 而这次魔法交流大会 由卡佩拉家族主办 你一定要小心 不就是参加个宴会吗 有什么好小心的 一般来说 这种宴会 肯定会有很多好吃的 好吃的 卡佩拉家族 还有一个难搞的大麻烦 夏洛特大人 卡佩拉庄园 欢迎您的到来 欢迎夏洛特大人 大人 我们老爷已经在会场等候您多时了 告诉你们老爷 不必费心等我 我还有事 这 夏洛特大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们老爷对你 嗯 你跟希尔福先进场休息吧 我去和阿三曼斯老师会合后再过来 在我来之前 你尽量低调行事 注意不要和 算了 嗯 没什么 麻烦你帮他们带一下路 是 脸卫贵客请随我来 脸卫 会场就在前方 哦 好闪 好亮 夏洛特大人 快看 好多好吃的 嗯 好吃的 布尔莱特家和一泽斯家的王牌法师 其实没来也就算了 底层耗子都敢混进来 骗吃骗喝了 哈哈 帝王蟹 大龙虾 谢二夫 来试试这个牛排 什么 废物 我让你带可儿小姐过来 你是怎么办事的 可是 是啊 洛伊娜 我不是再三嘱咐你了吗 怎么就不长记性呢 这样服看到没 这就叫无耻 无耻 这两位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 食物堆满盘子 服装低廉邋遢 这没叫养的样子 不会是混进来的贱民吧 两位客人你们好 我是本次交流大会的主办方 文德卡佩拉 两位似乎有些眼生 不知能否让我看看勤俭呢 我们没有勤俭 这里的卫兵都是吃干饭的吗 就是啊 随便是妈妈狗都能进来吗 没有勤俭 那麻烦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不好意思啊 这应该是误会 我是跟着师父可儿夏洛特过来的 所以才没有勤俭 胡说 我的可儿如此美丽优秀 又怎么会收你这种家伙为徒弟 你的可儿 哪里 哪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